大家好,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在上一讲当中跟大家交代介绍过 那就是李尔王的核心主轴的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国王跟他这三个女儿之间的关系 其实这并不是莎士比亚的原创 这是原来就已经流传很久的一个故事 他不过就是沿用了这个故事 而且在戏剧当中关于这个故事 主要是三个女儿之间的这种分布 这个大女儿跟二女儿他们如何勾结在一起 然后巴结父亲因而得到了这样的利益 而三女儿反而是后来证明最孝顺的一个女儿 这个在戏里面莎士比亚也没有做太多的更动 所以如果单纯我们只看到的 如果我们不小心只读这个故事的话 那很有可能我们就错失了重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经常一再地告诉大家说 比如说Charles Lamb跟他的太太 他们所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看 但绝对不能够因为这样就取代了 莎士比亚原来的剧作 尤其是如果你知道的莎士比亚 甚至不是从Charles Lamb他们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而是别人用别的方式来转述的话 你真的要非常小心 因为那并不表示你知道了 薩士比亚他的每一出戏里面的故事 就你知道薩士比亚是一个什么样 了不起的文学家 了不起的剧作家 就像李尔王这个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错失 错失了什么 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故事的主线主轴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故事讲得真好 抱歉 这就不是薩士比亚 从原来的那样一个传统的故事 变成薩士比亚的杰作 四大悲剧之一的李尔王 那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我们就要更仔细的来追究一下 首先第一个呢 是薩士比亚在这一出戏 在这个故事 他创造了另外一个副线 那主线副线 可是当我们在讲副线的时候 我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犹豫 因为如果你从头到尾 不管是看剧本 或者是看戏剧的 原汁原味原本的演出 你也许就会体会 你也许就会知道 这个副线在它的重要性 甚至在它的分量上面 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主线 这就是为什么 即使主线只是薩士比亚 用相对比较简单的方式 把这个传说的故事 过去人家讲过很多次的故事 扑成开来 但是这出戏 却能够变成这样的杰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副线 那副线是什么呢 副线是另外一组父子关系 他是Earl of Gloucester 那这个Gloucester 他当然也是 他是这个伯爵 然后这个伯爵 他有两个儿子 他的大儿子 就是他的妻子所生的 这个嫡长子叫做Agar 但是Egar又有一个弟弟 这个弟弟是一个私生子 他的妈妈并没有明确的位分跟地位 这个弟弟叫做Admo 所以是Gloucester 然后他的两个儿子Egar跟Admo 他们三个人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父子关系 可是这一组副线的父子关系 他的功能角色非常的清楚 那就是这又是另外一个 父亲认不得这两个儿子当中 到底哪一个是真正忠心孝顺他 而哪一个是对他不忠 或者是对他别有居心 这跟李尔王和他的三个女儿之间 是完全一样的一种模式 当然藉由这种方法 Gloucester跟他的两个儿子 就清楚地加强了李尔王这个故事 本来就要强调的 非常让人如果你仔细地去体会 那就是一个 其实是非常尖锐 但有非常普遍的一个提醒 或者是一个警告 那就是作为父母的 你真的认识的 你真的认得 你真的能够辨识你的儿女吗 李尔王当他看到这三个女儿的时候 你看据开始的时候 他大发脾气针对谁 针对三女儿Codelia 他认为Codelia 你怎么连最基本的 跟我作为父亲 要好好的说几句好听的话 你都不说 你这个女儿真是大逆不道 所以在他的眼中 那一刹那 他的这个三女儿原来是妖女 他自己认为他最疼爱 因为他觉得这个妖女他最疼爱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所以他认为大女儿二女儿才是好的女儿 三女儿赶出去 当你有这样的父亲 你用这种方式来了解你的女儿 或者是像Gloucester Gloucester后来就认定 是这个虽然他是私生子 但是其实这个私生子 维护他自己的父亲 比起那个妻子 这个明媒正娶的妻子所生的 而且还跟爸爸相处的时间更长的 那个长子Aga Alemon才是好小孩 才是孝顺的儿子 他们都用这种方式 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知道 儿子长什么样子 女儿 当女儿要有所分辨的时候 该如何分辨 但这也就是这出戏 最刺激人心的地方 因为如此的普遍 普遍到什么样程度 普遍到我也不得不问大家 如果你有儿女的话 或者是倒过来 当你在面对你的父母的时候 父母对儿女到底有多少的认识 跟多少的理解呢 那如此敏锐 如此一针见血的警告 正因为父母跟儿女 通常是朝夕相处 因此就让很多人 以为说做父母的 我怎么可能 这个小孩 是我从小捏大 拉拔大的 是我用这种方式 我这样子拍 跟着他 我一路看着他长大 我怎么可能不了解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不了解我女儿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 自以为是的 去以为你了解的话 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种自以为是的了解 有的时候 比陌生疏离还要更可怕 当我们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因为是陌生 所以我们不会轻易地下判断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陌生可能会带来敌意 但你总是会等一等 因为你会意识到 我不太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我不够熟悉 以至于他到底是好人坏人 他到底是用什么样方式 来对待别人 跟别人互动 跟他用什么样方式 他有什么样的野心 他有什么样的美德 他有什么样的缺点 我都不知道 我怎么评断他 于是这个时候 你对待陌生人 你就有一种 你会暂时选址自己的判断 你不会一下子 然后就说这是个坏人 当然更少见的是 你也不会一下子 就拥抱这个陌生人认为 这陌生人是好人 然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要相信 这是陌生的情况 因为陌生不会让我们 一下子就 jump to conclusion jump to judgment 但是自以为是 如果你觉得你就是 哎呀我的儿子 谁比我更了解我的儿子 这个女儿 我从小这样看大 看着他长大 我怎么可能有什么 他里里外外有什么 是我不知道的 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那真的就很危险 因为你就下了判断 而且呢 你忠心的相信 你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于是当你忠心相信 你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时候 其实是有很多 跟你的判断相左的 其他的资料 其他的证据 你都听不进去 你都看不到 于是在这样的关系底下 不管是往哪一个方向 本来好的人 被你误会成为是坏的 或者是本来坏的人 被你误会是好的 他都容易产生 非常严重的 偏离事实的误会 所以自以为是 认为自己的要解儿女 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很有可能 会带来严重的误会 针对陌生人 当我们不用这种方式来判断 然后我们不相信 或者没有那么有把握自己的判断的时候 就算你误会了 也不会带来这么深刻的伤害 所以 King Lear Lear王这个戏里面 就是要点出这件事情 当父母自以为 自己多么了解他的儿女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悲剧 这个悲剧 会带来多么可怕的伤害 而且是绝对没有办法回头 没有办法弥补的 最严重的伤害 好 然后呢 关于这条副线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副线不只是 辅佐主线或者是强化 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主线要提醒我们 而且要刺我们 要刺得更深 因为有了主线再加副线 副线可以刺得更深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除此之外 在这个副线当中 三个 父子三人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到 其中的这个小儿子 Adam 如果你完整的看完了戏 那当然也就是在这里 又要提醒大家 我都是假定 大家要么 你已经看完了 这一出戏 它的这个完整的文本 要不然呢 你基本上 不在意 如果等一下 我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透露了剧里面的一些 悬疑以及剧情的 最后的结果的话 那你就继续听课 我是假定 你是这样的心情跟态度的 如果你希望保留 自己读这个作品的 这个乐趣的话 那你恐怕要先去看作品 然后再来回头听 我的解释跟分析 好了 所以特别要注意到的 如果你从头到尾 看完这出戏 你都知道 A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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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格拉斯德的小儿子 这个角色 他如何的重要 重要到什么样程度呢 我甚至可以 明白地告诉大家 因为 确确实实 我可以说服你 我们看 这一出戏里面 Adam 他的分量 有的时候甚至超越 明白地写在 这个戏的名字上面 我们也当然 理所当然 视之为主角的 King Lee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Adam 他这个角色 跟戏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角色 都有关系 所以他一个人贯穿了 然后借由他跟所有其他的角色的关系 然后呢 他推动了这个剧情 剧情不是由King Lee而推动的 因为等一下会更仔细来跟大家讲 King Lee还有Glouster 他们这两个上一代的父亲 他们最大的特色 在整处戏里面 他们是被摆布的人 他们没有任何的主动性 他们其实是被周遭的人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算计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推动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陷害 他们是 真的是被动的 那如果他们是被动 当然也就很关键的 我们要问 谁是主动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眼光 就必须要放到Animal 这个角色上 我们先讲 首先 刚刚讲到了 Animal他到后来 他简直就是一个中心人物 因为你可以 把所有其他任何的角色 都可以整理出来 他们跟Animal之间的关系 首先最清楚的一个关系 是他跟他的爸爸 跟他的哥哥 Glouster 以及Agar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 他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动机 是我们能够立即体会 甚至我们能够同情的一个动机 虽然我们不会支持 可是刚刚讲到了 他是一个私生子 而且在他的前面 有一个敌长子 Agar 所以很明显的 这个Animal长大了之后 他内在会有一种 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 来自于他私生子的身份 既然他是私生子 所以 虽然他作为一个男人 虽然他作为一个贵族家的 一个儿子 但是到底有什么是 合理的合法的属于他的 几乎没有 如果你就是追究 私生子的这个身份的话 那他甚至跟Glouster 这个家 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 都岌岌可危 所以他为了要巩固自己的身份 唯一的方法 至少从他自己的那样的一个 狭窄的事业里面看出来 顺理成章的 他哥哥有什么 那就是他就会没有什么 如果他想要有什么 他要稳固他的地位 他只能够从他哥哥那里去求得 因此这个第一步 他跟他的哥哥 跟他的爸爸之间的关系 那就是他想尽办法 去陷害他的哥哥 让他的爸爸相信 他的哥哥另有图谋 而且呢 他的哥哥为了要图谋自己的 就是父亲的Earl of Glouster 这是一个贵族 封建贵族的地位跟财富 他呢 甚至有阴谋 要谋害他自己的父亲 因为这样 所以父亲 当然对于这个Agar 非常的生气 以至于 不只是这个父亲 在圣怒当中 disinterpreted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取消了 长子Earl of Glouster 他的继承权 另外甚至更进一步的 要把Earl of Glouster 追逐 通弃Earl of Glouster 所以Earl of Glouster 不得不仓皇的出亡 仓皇出亡到什么样的程度 没有人敢接纳他 因为在Earl of Glouster 这个区域里面 大家都知道 他们的领主 下了这样的命令 然后偏偏 这是领主的长子 因为很多人都认识 很容易就被找到 因而等到后面戏里面 我们看到 Earl of Glouster 出现的时候 都非常可怜 他已经到达了 社会的最底层 他不只是变成了 一个乞丐 他的身上连衣服都没有 他刺身裸体的 像动物一样 在那个最底层的 那样的环境底下 挣扎着 勉强还活着而已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呢 所以Adamon 他就得逞了 得逞既然 他能够用这种方法 陷害了他的哥哥 所以很显然 哥哥拿掉了 没有哥哥了 他就稳固了 因为他的爸爸 就只剩下他这个儿子 将来爸爸 如果要把这个 要把他的王国 要把他的这个公国 交给伯爵的这个领主位置 那就只能够交给Adamon 这是第一层 他跟Gloucester 还有跟他的哥哥之间的关系 那Gloucester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个戏里面 我们需要另外注意到的是 一个 是这个Piers 另外一个对照的一组 这对照的一组呢 一边是这个是在上一讲当中 跟大家介绍过的 那个是这个Earl of Kent 在戏里面 如果是用的是 梁士丘的这个翻译的话 他直接就叫做坎特 那他其实也是一个贵族 而且他的贵族的身份呢 跟Gloucester是平等的 不过他是在King Lear 是在国王底下的一个Earl 一个这个伯爵 而Earl of Gloucester 则是在这个Duke of Cornwall 也就是李尔王的二女婿底下的 一个封建的领主 大概是 我只是稍微解释一下 这中间的关系 然后呢 这中间的关系 如果依照当时西洋中古的 他的封建的架构的话 那国王在这里 在国王底下 我们知道先是有Duke Duke的地位最高 接下来是Marquise 不过Marquise呢 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军事的位置 这通常是封给降临的 然后Duke跟Marquise底下才是Earl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Earl of Gloucester Earl of Gloucester呢 跟Earl of Kent 他们是在这个封建领主 国王以下的第三阶层 那可是就是在Kindler 他要把他的国土分给 让他的女儿继承的这个过程当中 Kent他基本上跟Codelia一样 他们都看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 这严重的问题就是 爸爸只在意甜言蜜语 爸爸只在意外在的表现 他看不懂人 他不知道人心 所以这个时候 Codelia跟Kent 他们都有这种深度的危机感 就是觉得这个爸爸Kindler 用这种方式把他的王国切 把他的王国分出去之后 他可能会遭遇到非常不幸的事情 那因为这样 所以这两个人在第一幕开头的时候 他们的表现都让Kent 非常地生气 所以实质上这两个人都被 一个是他的三女儿 最小的女儿 另外一个是本来在他身边 最效忠于他 跟他最亲近的一个贵族 是一个伯爵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境底下 这两个人都被Kent 尼尔王胜怒底下给放逐了 那可是这个放逐呢 Codelia还稍微好一点 意思是比较Kent 因为他就被爸爸架到法兰 架到法兰西去 也就是你不要留在英国了 你渡过海下去 我也不想见到你 你就从此不要再回来了 Codelia就用这种方式变成了 架到法兰西去 但是Kent呢 Kent就直接被放逐出去 可是被放逐出去之后 这个Ear of Kent 他真的就是忠心耿耿 他就化妆乔装成为一个 陌生的一个侍卫 他回来跟在 本来他是一个伯爵 这个时候他放弃了他的身份 放弃了他所有的享受 他化妆成为一个 化妆成为一个侍卫 回来保护他的国王 King Lear 所以这是他违背他自己 国王的命令 国王要把他赶走 他不走 他又回来了 这是这个Ear of Kent 那另外一边是Ear of Gloucester Ear of Gloucester呢 他在这方面跟King Lear之间的关系 他有另外相当程度上 就像Kent一样 他也是帮助了King Lear 不过他是违背了他自己的领主 也就是Duke Conwell的命令 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软心的人 他如何软心呢 他就是在上一讲里面 我们描述过的那个关键的场景 在跟大女儿二女儿大吵一架之后 这个带着100个四重的King Lear Lear王呢冲到外面去 我不待在你们这里了 我到外面去 外面狂风暴雨 但同时这个二女婿 这个Duke of Conwell 他就下令 任何人都不准帮助King Lear 可是Gloucester 这是一个国王 然后这样的天气 然后没有任何的地方可以栖息 不要说是一个国王 就算是一个一般人 碰到这样的情境 你能够就让他在这里遭难吗 所以他心软 因为他心软 所以他就去违背了他的领主 Duke Conwell的命令 去帮助King Lear 从这里我们知道 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我们也知道 他对于什么是 效忠于国王 对国王的责任 对应对比 那就是Kent 他们两个人 他们是拥有这种旧式的封建美德 至少在某一个部分 他们仍然保留了这样的封建美德的 但是从Gloucester 到他的儿子Adam 那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但正又因为Gloucester 他有这种心软的这一部分 所以后面的这个剧情 我们就看到 这是另外的对照 一个心软的爸爸 因为他有这种心软的个性 所以当他遇到了一个 意志非常坚强的儿子 我指的是小儿子Adam 他简直没有招架之力 所以我们就看到的是 如此的容易被摆布 在剧情的推动上面 其实我们会吓一跳 说怎么剧情推得这么快 那这个Adam呢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所有的一切 按照他自己的设计 他就先去设计骗了 他的哥哥Aga Aga信任他 然后呢 借由Aga对他的信任 他又用这种方法 到爸爸面前去挑拨离间 而且拿到的证据 证明说 Aga要对父亲不利 父亲马上就生气 然后就要追杀 这个长子Aga 那我们觉得剧情发展得很快 那剧情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 为什么让这个Adam 陷害他哥哥的这一段 没有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的 勾心斗角 没有高潮叠起呢 那就是因为 要让我们看到Adam 这个人 Adam他在顺利的取得了 这个时候他已经 对抗他的哥哥 他已经大获全胜 他把本来是属于狄章子Aga 他身上的这个计权权 全部已经拿到自己的身上 但关键的重点就在这里 他没有停下来 他的野心刺激他 他的野心驱策他 接下来 那我们前面 我刚刚讲 前面那一段 那这个剧情推动很快的这一段 我们还能够相当程度的体会理解 一个作为这个 作为在出身排行上面比较低 又偏偏是一个私生子的Adam 他为了解决他自己的这种 可能带来的身份上面的困境 他必须要力争上游 可是 等到他已经取得了 他已经陷害赶走了他的哥哥 取得了他的基层权的时候 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 就真的 我相信是比一样 我们绝大部分看这出戏的观众 或者是读者 我们原来的想象 他没有停留 他没有停留在这里 接下来他干嘛 接下来更进一步的 就去陷害他爸爸 他的对象 他的操控的对象 就转而到他爸爸的身上 那他怎么去陷害他爸爸呢 因为他的爸爸的领主 是Dilgob Conwell 所以他跑到Dilgob Conwell的前面 去陷害他爸爸 以至于他的爸爸 就在那一场 这书戏里面 非常血腥的那一幕 他被抓到Dilgob Conwell的前面 而Dilgob Conwell 在那样的情况底下 活生生地挖出了 格拉斯特的双眼 所以格拉斯特 他失去了双眼 但他失去的不只是他的双眼 他同时也就失去了 他的Earl of Gloucester的 他的头衔 跟他所拥有的一切 到了谁手上 就到了Adamon的手上 所以你看Adamon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这里我们再稍微插出去 解释一下 那为什么要安排 或者是安排 如何安排了 让Gloucester失去了他的双眼 我说那真的是血淋淋的 然后当场他的两只眼睛 被用那种残酷的方式给毁了 但从这里更进一步的 我们牵连 我们看整处戏 当我们看整处戏的时候 我相信有一些情节 大家一定会觉得 在看的过程当中 也许不是那么样的smooth 不是那么样的平顺 哪些地方不是那么样的平顺呢 比如说有好多个地方 如果你是用一种写实剧的 这种心情去看的话 你会一直不断地摇头 摇头说可能吗 会有这样的事吗 会这样发生吗 什么时候特别会有这种感觉呢 那就是你看到安排底下 一个我们刚刚讲到 Earle of Kent Kent他乔装 然后变成了一个侍卫 回到了King Lear的身边 可是一直到巨块要结束之前 到Kent 他自愿现身 还原他原来的身份之前 黎尔王一直都没有认出他来 黎尔王怎么会没有认出他来呢 这件事情 让我们觉得不太有说服力 让我们觉得不太舒服 还有更不舒服的一件事情 那就刚刚讲到了 Glosset他失去了双眼之后 他也等于是被放逐 而且这个时候他比King Lear 比他的这个国王还要更惨 因为他是盲目失去了双眼 然后呢他能够去到哪里 幸好这个时候 那是他的大儿子 曾经被他用这种方式 要求追击 要求猝死的 这个大儿子会来在他的身边 引领着他 帮助他 救助他 可是他也都没有认出他的大儿子来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你就算瞎了 你不会听到声音 你不会感觉 你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觉 你不会有一些直觉说 这个人他就在我身边 他应该是我儿子吧 但是我说 如果我们用写实剧的角度 来这样看待的话 这些剧情有问题 可是这个剧情有问题 我不觉得这是莎士比亚 他失手不小心写出了 哎呀不太有说服力的剧情 不是的 因为他刻意的 他本来要我们感受 要我们体会 要我们知道的 就是这中间的一个象征性的功能 而不是写实性的功能 什么叫做象征性的功能 包括为什么 要让这个Gloucester 是如此血淋淋的 被挖出双眼来 因为这一幕 对很多熟悉戏剧的人 你就会连接到这个典故 连接到那个典故是 Illipus Rex 这是Sophicus 这我们在之前的前面 像传统经典选读当中 曾经读过的 非常精彩的希腊悲剧 也就是几乎是 所有希腊悲剧当中 最有名的一出 在那出戏里面 那是Illipus 他自己更可怕更残酷的 他自己把双眼给挖出来 他为什么要把自己 他为什么自己 要自己把双眼给挖出来 你看他那时候的那种 在那种极度悲伤的情况底下 他惩罚自己 因为我要这两只眼睛干什么 我有两只眼睛 但我没有认出我的父亲 真正的父亲 Lawus 我在三叉路口 遇到我自己的父亲 我不认得那是我的父亲 我竟然就这样杀了我的父亲 我空有这一双眼睛 我没有办法认出我的母亲 我对于进到了迪比斯城之后 当人们要求我 我们没有国王 请你可以娶我们的王后吗 我认不出来 那个王后 Lawus的妻子 就是我的妈妈 那我连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我都认不出来 我要这双眼睛干什么 所以 伊利帕斯 他把他自己的两眼挖出来之后 然后住着一根拐杖 他自我流亡 你看这多么像Gloss的 当然Gloss的不是自己挖出他的眼睛 但是 从这个典故 我们也就知道 莎士比亚要我们看到的 要我们认知的 非常清楚的 象征性的意义 这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 要眼睛干什么 如果你根本看不出来 在三个女儿 在两个儿子当中 到底谁才是真正 你的儿子会对你好 会效忠你的 所以这些人 我们都可以明白的说 在戏里面 所有一切的悲剧的来源 在于哪里 有眼无珠啊 Kinlier 李尔王 他就是有眼睛 但是他哪能 他有在用他的眼睛吗 所谓他有在用他的眼睛 那就是对于这三个女儿 他相信什么 或他看到什么 他只相信甜言蜜语 他只看他们外表 用什么方式来表现 对他的惨媚 他那个眼睛 根本就没有办法 动视一个人真正的内在 同样的Gloss也是如此 这两个人他们是用这种方法 在彼此互相加强 让我们看到主线跟副线 那都是 你就只会听到 你的小儿子给你 讲的各式各样 这种陷害哥哥的话 你也真的就听进去 当你有眼无珠到这样的程度 倒霉 到后来你倒霉活该 因为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会用他的这种本事 跑到Duke of Conwell的面前 就像他当时如何 在你面前陷害他哥哥一样 这个时候 他就到Duke of Conwell的面前 去陷害你 所以你要有眼睛干什么 你有眼睛 基本上你什么都看不到 Kindlea你看不出来 Kindlea他内在对你最好的 最忠心的这一面 然后Gloss的你有眼睛 你却看不出来 你的小儿子 你的小儿子的奸绩 所以你可不可以看 这里突然之间 又再彰显出来 莎士比亚的巧妙的安排 在主线跟副线当中 这都是变奏 比如说主线 李尔王 李尔王有三个女儿 而最 让他产生误会 因而付出最高代价的 是他不信任 他的小女儿 另外一边 Glouster Glouster他有两个儿子 可是Glouster跟儿子的关系 刚刚好相反 他的最大的悲剧 对他产生最大的伤害的 是他过度于相信 他的小儿子 一边是女儿 一边是儿子 一边是最小的 其实最值得信任 一边那是最小的是独蝎 是最坏心眼的一个 那用这种方法对在一起之后 我们如果稍微愿意认真的去 整理认真的去思考 你也就只能够得到这个结论 那就是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这里面也不是关键重点 也不在于 他们到底是排行老大 还是他们最小 不见得老大就好 当然也不见得老妖就最好 那所以关键都在哪里 关键都在于 你作为父母的 你作为父亲 你的眼睛在哪里 而这个眼睛 不是长在你的脸上的视觉之眼 而是需要有一个 更深层的智慧之眼 这个智慧之眼是用来视人 看到人 而且真正的看到人的动机 看到人的感受 看到人的内心 如果你没有这种眼睛 那真的 你那个视觉之眼 有的时候反而变成了你的妨碍 当你眼睛看到 哇 这个人外表如此的柔顺 然后呢 看到他这个表现出来的 如此的惨媚 你就相信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宁可没有眼睛 宁可没有眼睛 这个时候 你用眼睛以外的其他的感官 或许你更有机会 可以体会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眼睛让你很容易被 这种视觉上的 这个各种不同的现象 而目眩神仪 记得啊 因为目眩 所以神仪 目眩神仪的情况底下 你的神 你就失神 你就失神落魄 失神落魄的情况底下 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为什么要让Glouster 失去了他的眼睛 其实也就是 同时主线跟副线 表面上看起来的主人 Kinleyer跟Ear of Glouster 实际上他们是什么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是一国之主 他们是一帮之主 他们是主权在握 他们是统治者 他们是拥有权利的人 但是实质上 我们在戏里面看到 最大的特色 他们都是任人摆布的 被动的角色 那这个摆布 他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从第一幕开始 大家就这样追着看 李尔王跟Glouster 他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不是真正出自于 他们自己的判断 跟自己的主动 决定把国土怎么分 最后把本来要给 Codelia的那一份 把它取消 然后分给这两个 大女儿二女儿 这不是李尔王 他真正自己的判断 这是被煽动 被摆布 然后是别人替他安排 让他相信这样才是对的 Glouster更是如此 那他之所以下令 要追弃他的长子 要杀他自己的长子 那也不是真的他做的 那是一切都在Adam 他的算计底下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其实都是被动的 他们都是被摆布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虽然在G的这个名字上面 感觉上主角是Tin Lear 可是有一件事情 使得李尔王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撑得起这个戏 真正主角的这个位置 或者是真正主角的分量 有一部分 在下一讲 我们会更进一步的 仔细为大家分析 当然莎士比亚赋予了 这个Kin Lear 在舞台上面 非常精彩的一些 表现的空间 跟表现的考验 所以这一部分 大家看这个戏 读这个剧本 还是会对Kin Lear 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个部分是为什么凸显 李尔王是对的 是有他的道理的 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不得不 同时这样去体会 有一出戏 他的当主角的人 他都不是主动的 他都是在情势 还有在另外一只 可怕的黑手的操纵底下 被控制被摆布 你不觉得 拿这样的一个人物 像Puppy一样 像傀儡一样 后面有各式各样的丝线 丝线在后面 有拉丝线的意志 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人 当作戏剧当中的主角 不太对 不太 有点奇怪吧 那所以 如果表面上看起来 在主角金利尔跟附线当中的 我们看一下核心的 Gloucester 他们其实都是被动的 都是被摆布的 连带的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一定就要追问 但追问很容易就得到了答案 如果他们都是被摆布者 那谁在摆布他们呢 这就是为什么 他自己的大儿子 Edgar 但是相对应的 你看 他从头到尾 清清楚楚 谁是谁 谁在做什么事情 接下来 如果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唆使 可以控制 可以操控 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他都在他的胸中 都在他的眼前的预见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manipulator 他是一个操控者 而且他 他深陷在这种操控的主动当中 他在推动 我们前面讲了 他是实际上 这个所有的剧情 之所以会这样发展 会怎么会那样发展 他是真正的操控者 摆布者 他是主动的 那到什么样的时候呢 他一直要到 剧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才有这么一次 这次是什么 这次他没有认出来 站出来挑战他的 那个是他的哥哥 Edgar 但当他看不出来 这个人是Edgar 也就意味着 那样原来的 从头到尾一直不断地操控的 Edgar 到这个时候 他操控不了了 所以当他认不出 Edgar 他面对的这个决斗者 这个决斗者的身份的时候 那他的所有的一切 也就走到了 差不多终点了 所以他就在决斗当中败落而送命 那他是这样的一个 Manipulator 可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追究 那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Manipulator 如果要说他在操控别人 可是我们还是有感觉到 有另外当然这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角色 而是一股重大的力量在驱策他 在摆布他 使得他变成一个Manipulator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 Incessible Sense of Power 或者是Desire of Power 那是一个无法被满足的 永远不知足的权力的欲望 所以又另外 在这里 这就是莎士比亚对于政治权力所提出来的一种看法 乃至于一种批判 对于权力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向往 有的时候过了一定的界限 他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 当你没有那样一个界限 然后你会一直不断的放大自己的权力 那所到所过之处 接下来就会引发一连串的灾难 就会制造一连串的废墟 这就是Edmond 他在这个书戏里面 他所走过的路 我们刚刚讲到的 刚开始的时候 陷害他哥哥 等到他成功的陷害了他哥哥之后 接下来他陷害他爸爸 他又得逞能够陷害他爸爸 你以为说这个时候 他甚至年纪轻轻的 本来爸爸还在 爸爸被放逐了 他就胜任 他就得到的这个头衔 变成了Ear of Gloucester 那够了吧 你真的这个时候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已经名成立旧 他不会停下来 所以他不只是 他不会停下来 所以他接下来 他又有他的manipulation 他要manipulate的对象 这个时候就转而到 李尔王的两个女儿的身上 因为这两个女儿 瓜分了爸爸原来的国土 然后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层级嘛 在King在国王底下 那最高的是Duke 而这个时候 对于这个Adam来说 他只拿到了Ear of Gloucester 就是伯爵的这个爵位 往上一看 哎呀还有公爵啊 我要想办法朝着公爵的 这个更高的位置去前进 他要如何前进呢 所以他就勾引了 这个李尔王的两个女儿 我们在上个礼拜就看过的 这两个女儿 大女儿Gonorail 另外呢 二女儿Gregan 然后呢 他要去勾引 这两个这个李尔王的女儿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都继承了 大批的权力跟领土 可是这一定有不方便的地方 那包括第一幕刚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女儿上场 都是跟着他们的夫婿的 这两个女儿都嫁人了 而且这两个女儿呢 他们的夫婿的身份都是Duke 那他要怎样去勾引 这两个女人呢 那在剧情的转折变化发展上 有一样事情 突然之间 他就发生 而且对于 Edmond是很有利的 这倒不是他设计的 但是 这个转折 这一段剧情 对于莎士比亚的安排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二女儿 Reagan他的丈夫 也就是Duke Conwell 这是Earl of Gloucester 他的直属的领主 可是这个领主呢 他就在这一场 非常奇特的戏 这场戏的前半 我们刚刚讲过了 非常残酷 这个Duke Conwell 本来就是一个 在戏里面 就被视为是一个 有着非常强烈的 无法自我控制的 暴怒的脾气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暴烈的人 因为他是一个暴烈的人 所以当他在被 Edmond这个欺骗 然后去陷害他爸爸的 这个状况底下 他就相信 Earl of Gloucester 老Gloucester 是要对他不利 所以他抓到了 Gloucester的时候 我们就刚刚不就看到了 你就讲了 你看 他说给予他的一个惩罚 是要挖开 他的眼睛 还不是如此 他的那种残暴 把Gloucester抓来了 二话不说 也没有让Gloucester 可以辩解的任何的机会 他甚至要自己动手 还要用他的鞋 把Gloucester的一只眼睛 给踢出来 然后这是多么血腥 多么狂暴残暴的一件事 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这一幕 让人惊心动魄的前半 但突然之间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没有心理准备的 又转而变成这场戏 同样令人惊心动魄的下一段 令人惊心动魄的这下一段 那就是当Duke of Conwell 用这种方式去残暴的对待 这个Gloucester 他儿子在身边 他儿子当然不可能 在这个时候去救他的爸爸 因为本来他就要陷害他爸爸 但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在戏里面 连名字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仆人 而且这个人不只是仆人 他是Duke of Conwell的仆人 这本来是要侍奉 而且是在地位上面 直接臣服于Duke of Conwell的人 但是就是连这样一个 出身卑微的这样的一个仆人 看到了这一场 看到了这一幕 他都看不下去 他无法忍受看到 像Gloucester这样一个 原来的一个伯爵 竟然被Duke of Conwell 用这种方式对待 太凶暴而且太不正义了 以至于他挺身而出 他挑战他的主人 所以就在接下来 这个场景里面 大家应该可以体会 也应该要认知 莎士比亚的用意 为什么这场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某一种 至少在戏里面 给我们稍稍有一点点的relief 看起来像Adam Moon 他可以操控所有的一切 这里面到处都是不正义 稍稍有一点点正义的缓解 那就是这样一个仆人 挺身而出 因而给了这个二女婿 Reagan的丈夫Duke of Conwell 一个极度不名誉的死亡 这让人大快人心 Duke of Conwell 怎么样不名誉的死去 最重要是他死在谁的手里 他竟然是死在跟一个奴仆的决斗当中 甚至这个人连贵族的身份都没有 更糟的更惨的 这个人甚至连剑都没有 但我们在讲 对我决斗 所以这个奴仆 这个仆人出来挑战他的主人说 你做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看不下去 来吧 你要杀杀我吧 我跟你斗了 但是这个人我们想到说决斗 大家脑袋里面还都长出 那样两人各自拔出剑来 然后斗剑 然后最后谁赢谁输 不是啊 一个奴仆身上怎么可能有剑呢 然后你也不可能想象 这个在心思上面 这么邪恶的Duke of Conwell 会光明正大地说 那我给你一把剑 你来跟我斗吧 就算这个奴仆 他拿到了一把剑 他学过怎么用剑吗 所以在那个舞台上 带有非常高度的戏剧性的张力 跟惊讶的是 这个奴仆是拿着棍子 他拿着棍子去对他的主人的剑 所以当然这个奴仆 就死在主人的剑下 但是在他死在主人的剑下 那同时他把他主人 活活的打死 好了不是死在当场 但他的主人 实质上就死在一个奴仆的 不是剑下 是棍子底下 这是一个多么不明欲 尤其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封建的 这个仪式跟封建的价值底下 这是多么不明欲的死亡 好 所以恶有恶报 这个Duke Conwell 他就用这种方式迎来了 Early Death 突然之间就死了 那突然之间死了呢 Reagan也就是这个李尔王的二女儿 他就没有了丈夫 所以相当程度上 看起来好像很方便 于是Adamon他更上一层楼 就有一条非常明显 非常明确的路 而且他已经成功的勾引了Reagan 所以Reagan死了丈夫之后 绝对没有呼天抢地 甚至心里面暗暗自喜 因为他也爱上了Adamon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准备要再嫁给Adamon 于是Adamon突然之间 从这样的一个 可能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私生子 接下来跳到变成了Early Death 再下来 他很有可能就很快 可以变成下一任的Duke Conwell 一下子就升到了 公爵的最高的位置 然后这个公爵又基本上 瓜分了这个 瓜分了Kinglier的王国 所以那样的一种 不只是地位更进一步的 他所拥有的领土 跟他所拥有的资源 已经介于公国跟王国之间了 不过有一样事情 那就没有那么顺利 没有那么顺利是 因为Adamon呢 他是两边压宝 Ragan也有丈夫 这个大女儿 Conorio也有丈夫 所以他没有办法保证 他没有把握 他到底勾引谁能够得手 所以两个他都勾引了 那他两个都勾引了 他的手法非常的高明 所以两个Kinglier的这两个女儿 都Fall for him 那他都陷入到 他的这个美男戒底下 于是Conorio他也承认 他也承诺 他也接近这个Adamon 而且承诺呢 要为了Adamon 这本来就是Adamon的计划 他要为了Adamon谋杀亲父 他的亲父呢 是Dilgolf Albany 但就偏偏就在这里 所以产生了 这是Adamon没有办法控制的 下一波的变数 这导致了Adamon 他一路的这个操控跟摆布 踢到了铁板 于是就引发了 首先是这两姐妹 Reagan跟Conorio 他们两个人之间 为了Adamon而产生的 非常强烈的忌妒的情感 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出于忌妒 所以呢这个Reagan 再加上在后面 一直不断的为了保护 他自己的国王 而介入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的 Earle of Kent 坎特 在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不适合作 而是在那样的各种不同因素的 结合底下 所以他们就让Dilgolf Albany 也就是大女儿Conorio的丈夫 洞悉 试破了这中间的阴谋 原来我太太 要跟这个Adamon 连结在一起谋杀我 那这个Dilgolf Albany 这个大女婿 本来她在戏里面的个性跟形象 就跟二女婿是不一样的 她是稍微更深思熟虑一点 她另外一部分 有着相当程度的一点良心 所以在那样的情形底下 她没有办法认同 就彻底用这种方法 把自己的爸爸 把国王赶出去的这个做法 所以她有很多 当他们希望她配合的时候 她有许多的犹豫 跟许多的保留 所以这个时候 就她回来 她来对峙Adamon Adamon是 就因为她两边压宝 所以即使是二女儿 Reagan她死了丈夫 要嫁给她 她来不及销售 因为Gonorio也要嫁给她 在这种状况底下 导致了Adamon 最后的悲惨的结局 Adamon真的是个坏人 所以整个剧情 其实是依照 他的各种不同的设计 陷害各种不同的坏心思 而推动的 她坏到如此的彻底 以至于我们刚刚讲到 她跟所有的其他的角色都有关系 她跟Reagan有关系 她跟Gonorio有关系 还有一个角色 Cordelia 在剧里面最让人悲伤的 也就是甚至到了最后 这个Adamon 她还下令绞杀了 被抓到的Cordelia 所以Cordelia跟她的父亲 King Lear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悲剧 她被赶出去了 看到父亲被两个姐姐 用这种方式对待 她想要回来救助她的父亲 但是在战场上 父女两个人失败了 然后被抓了 接下来你看看 这样的一个King Lear 她误会了她的小女儿 好不容易 她终于看清楚了 她终于把她的 不是脸上的眼睛 而是内在的心灵字眼打开了 认知了 清醒过来 认知Cordelia 才是最爱她 也是她应该最钟爱的女儿 但是真是悲惨 没有多久之后 在牢狱里面 她亲眼目睹 她的女儿死在她的面前 Cordelia 因此她鼓其余勇 借着她 把她老年时候 剩下来的这一点点 过去所累积下来的 无勇之力 杀死了 杀Cordelia的这个凶手 但是Cordelia救不回来了 又是谁害死的 又是Edmond害死的 所以你看 连Cordelia 她的最后的结局 都跟Edmond 是直接挂在一起的 Edmond也就只有到了最后 那是她在死前 最后的回光板照 她才有那么一点点的悔过 这个时候 她赶快告诉人家说 你们赶快去救 如果你们不赶快去救 Cordelia就救不回来了 然后呢 又特别把自己的这个 把自己的信物交给Agar 让Agar去救Cordelia 但是她的这个悔罪 她的这个警告 来得太迟了 等到他们赶到的时候 Cordelia Cordelia已经死了 然后 当然简单的一种看法 我们刚刚讲了 Edmond 真坏啊 所有的这一切 这剧情当中 悲剧最后追溯源头 几乎都是Edmond 都是来自于Edmond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呢 但是呢 更深层 更深一层的去看 我们还是不得不这样的去思考 那就是Edmond 他可以这么坏 他的坏可以制造出 有时候这样 一路过去的 在他追求权力的过程当中 造成了这么可怕的 一连串的废墟 凭借的是什么 他的坏 是建立在可怕的基础上 因为 什么样的一个 最可怕的基础 这个基础最可怕的地方 在于 他如此的普遍 如此的频繁 我不得不加重口气 说他的普遍跟频繁 因为本来这种剧 如果他能够产生 Kathasis 升华的作用 然后帮助我们 增加 不只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知识 而是我们的智慧的话 那 这个问题应该问 我们每一个人 你是这样吗 什么样的 你有因为 你到底 对于外表 你有多少的重视 你看重外表 看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些人 他们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 一直都只是信任 外表看到 外表 而不去追究 也没有那种能力去追究 人的内在的真心 真心藏着 但是真心才是最关键的 如果你只要看到外表 你就用外表来做评断 那这就是 为什么让 Adam 他可以这么坏 而且他的坏可以得逞 最根本的理由 所以从一个角度来看 就更进一步的延伸 我们所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角色 大概勉强 只有把肯特 这个坎特 坎特 坎特 Cordelia 排除在外 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人 让我一路数下来 从 李尔王 到 Gloucester 到 Aga 到 Ragan 到 Cordelia 到 Duke of Albany 到 Duke of Conwell 所有的这些角色 当然 几乎所有刚刚念到的 这些角色 最后在剧里面都死了 那这些人 这些人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最大的特色 他们都被Adam摆布 然后他们都被Adam摆布 就意味着 哎呀 所有的悲剧 你就不能够单纯的 只是看Adam多坏 或者是只是指责Adam有这么坏 你还得看到 就是这些人的无知 就是这些人的愚蠢 所以才使得Adam他可以得逞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看到 这些人的foolishness呢 所以所有的这些角色 基本上全部都是fools 他们全部都是傻子 全部都是愚人 所以在这里就有联系到一个 更大的比较大的一个背景 比较大的背景 当我讲到fools 我希望大家就会想到 在这个我们前面所读的 这个重要的作品 那是伊拉斯摩斯的愚人诵 文艺复兴时代对于fools 对于foolishness 真的有很多的探索 所以第一个 我们看到这个传统 到底什么是傻子 什么是愚人 然后我们怎么看待 愚人傻子 但我希望另外聚焦 大家可以思考 可以体会到 那就是在这一出戏里 莎士比亚做的另外一个安排 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传统的故事 它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更动 可是它加了这个副线 因为有了副线之后 所以主线 它的性质就通通被改变 还不止如此 如果你要特别追究的话 它在这个戏里面 安排了一个最特别的角色 这个角色在演员表里 最明白的直接就叫做傅我 然后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梁石秋 他是把这个角色 翻译叫做弄成 好了 因为弄成稍微有点太过于文雅 所以我宁可就告诉大家 那就是佛 李尔王的身边 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愚蠢的人 可是这个愚蠢的人 在戏里面 他就讲了一些乱七八糟 看起来傻里傻气的话 可是两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到 第一个 在戏里面讲这些傻里傻气的话 看起来没有道理的话 不是只有富翁 还有谁呢 还有像是在流亡 在被追弃的过程当中 最悲惨的状况底下的 Agar 他变成了一个刺身裸体的乞丐 然后呢 当他遇到人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一些 风言风语 傻言傻语 另外更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下个礼拜 在下一讲当中 要集中的为大家 这个分析的 那就是李尔王 李尔王从 冲进到了暴风雨之后 他神志不清 当他神志不清之后 他所说出来的话 跟他原来 作为那样的一个角色 作为一个国王 就完全不一样 他也是一个 傻言傻语 风言风语的人 那你用这种方式对照 我们反而就对照出 那个剧里面叫做傅 这个角色 他每一次所出来 他每一次所讲的话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道理 但如果你更深一层的去探索 他跟Agar所讲出来的话 他跟李尔王所讲出来的话 又不太一样 他有那样一种散烁的 这就是不符合日常的规矩 道理而展现出来的一种 更深刻的 更普遍的提醒 或者是警告 所以读这出戏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 绝对不能够错过的重点 那就是应该要把 这个傅偶 他在戏里面 所讲的每一段话 为什么他在这里插嘴 在这里插嘴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样的 他讲了什么样的话 同时又就等于 他对当时的那个情境 所做的一番评论 我们应该一一的 把它给找出来 一一的认真细心的去体会 因为这反而 虽然分量不多 我必须说 这其实是莎士比亚的 最重要的表现 这一部分 其实最难写 而莎士比亚在戏里面 写得最精彩 所以对于下个礼拜 我们要进一步 跟大家分析的 我就简单的做一个预告 一个呢 就是让我们好好来看一下 附在这个傻子 这个弄成 在戏里面 他都讲了些什么样话 再下来另外一个重点 那就是 莎士比亚如何去刻画 李尔王这个角色 让李尔王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 他表现出 作为一个父亲 作为一个国王 更糟的是 作为一个骆驼的人 他如何面对 他的世界 跟他的局势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 先跟大家解读 说到这边 感谢你的收看